9月28日美國房胎業巨頭房地尾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在截至當日的一個星期內 全美30年期固定利率房屋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 飆升至7.31% 遠高於前一星期的7.09% 達到23年來的最高水平 此前這一種房貸的平均利率為6.7% 在過去一個星期 全美15年期固定利率房屋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也有所上升 從上星期的6.45%上升至6.72% 房地尾說一年前這一種房貸的平均利率只有5.96% 房地尾首席經濟學家夏特指出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已經觸及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然而 與千禧年之較不同的是 今日的房價和抵押貸款利率一齊上漲 主要原因是存貨太少 這些不利因素導致買家和賣家都在等待較好的環境 9月29日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趙恩·費恩宣布 他針對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的罷工範圍擴大 作惡增加一間工廠 但在克萊斯納的母公司斯特蘭提斯最後一刻做出讓步後 他決定不針對這間公司擴大罷工範圍 費恩當日發表聲明說 該工會針對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商的首次同時罷工 已經進入第三個星期 罷工範圍擴大到福特汽車自駕隔壯配廠 和通用汽車墨西根蘭新壯配廠 當日中午約7,000名工人加入罷工隊伍 至此 參加大罷工的汽車工人已經達到2萬5,000人 約佔這三大汽車製造公司工會成員的17% 當日上午的視訊演講中 費恩說 儘管我們願意進行談判 但福特和通用汽車拒絕讓談判隨得進展 9月30日 國會參議院在午夜前緊急通過了一項《臨時開支法案》 並立即交送給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在最後一刻避免政府因為斷糧而停擺 9月30日 是聯邦政府2023裁練的最後一天 當日下午 國會眾議院以335票贊成9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 意外通過了一項《臨時開支法案》 讓聯邦政府維持運作到11月17日 該法案 臨時加入了白宮要求的救災資金 但未列入門了烏克蘭和加強邊境安全的款項 當日深夜 參議院以88比9的表決結果 批准了眾議院通過的這項法案 拜登隨後在社交媒體X上發布宣布 我剛剛簽署了一項法案 讓政府保持運行47日 有足夠時間通過下一財年的政府撥款法案 他們亦說 我對極限施壓感到厭倦和疲倦 美國民眾亦是一樣 10月1日 加州州長扭心證實 她已經選擇Emily's List的主席 巴勒特來到填寶 已故民主黨國會參議員 戴安·凡士丹留下來的空缺職位 今日一例 巴勒特將會成為第三位 在國會參議院任職的非裔女性 亦是第一位在參議院 代表加州公開承認LGBTQ身份的議員 凡士丹是9月28日虛勢 享年90歲 她是參議院任職時間最長的女性 是加州州長有權任命國會參議員的繼任者 直到選民選出身的參議員 這個意味著 巴勒特將會在國會參議院任職到2024年11月 至2021年以來 巴勒特將一直致力於選舉民主黨女性的倡導組織Emily's List的領導 9月29日 巴勒特將在社交媒體上向凡士丹致敬 稱她是參議院巨人 是政界和全國女性的傳奇人物 巴勒特將居住在馬里蘭州 但留心辦公室稱 巴勒特將在加州有一處房產 她將會改變她的選民登記地點 10月2日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一個對美國最大客工計劃的挑戰 該計劃允許超過10萬的外國人 獲得美國高校的學位之後在美國臨時工作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拒絕審理這個技術工人工會提出的上訴 該工會稱 可選實踐培訓計劃OPT無得聯邦移民法的授權 OPT計劃允許持有學生簽證的外國人 從美國大學畢業之後在美國停留長達3年 以便在學校要求或推薦的情況下接受在職培訓 這些規定得到了美國商會和其他商業團體的支持 他們和拜登政府一起捍衛了這個計劃 提起訴訟的華盛頓技術工人聯盟認為 OPT計劃被用來規避H-1B計劃 對獲得工作簽證的外國人的人數限制 但華盛頓聯邦上訴法院對OPT計劃表示支持 並駁回了他的上訴 10月3日 國會眾議院對一項罷免麥卡錫議長職務的動議進行表決 結果以216票對210票通過該動議 這個在美國更多的史上都是頭一次 在當日下午的投票中 8位勁救派共和黨眾議員和全體民主黨議員聯手 一起摸奪了麥卡錫議長職務 令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任期中被罷免的議長 多位程序專家指出議長職次突然空缺 基本上會導致眾議院癱瘓 直到繼任者被傳出為止 在國會只有40多日來都避免另一次可能的政府停擺之際 眾議院群龍無首 無疑會令國會的亂局雪上加傷 10月2日遲些時候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蓋茲提出罷免動議 要求全院投票將麥卡錫議長保助 10月3日麥卡錫試圖阻止但沒有成功 10月4日全美最大醫療健保非營利組織 海薩醫療集團的員工開始罷工 過去的集團與勞工談判代表未能解決 有關人員配備水準的爭議後 75,000多個工會成員陸續走出醫院和醫療辦公室 加入罷工的隊伍 海薩醫療集團工會聯盟稱 這是美國市場規模最大的醫療工作者罷工 這次罷工涉及加州、霍羅拉多州、厄納江州、 維吉利亞州、 哥倫比亞特區和華盛頓州的海薩醫院和醫療辦公室 美東時間當日早上6點率先在華盛頓特區和維吉利亞州展開 其他地方在當地時間早上6點中陸續加入 參加罷工的有職業護理師、急診科技師、 放射性技師、X光技師、呼吸治療師、 醫療助理、藥劑師和蘇巴哥其他職位的員工 工會聯盟要求海薩醫療集團長期投資 解決員工短缺問題 同時提高員工的薪資和福利 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全部內容 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